我们下面来看周三美国三大股指的股指结构 首先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和日线结构 我们对近重复了很多次 标普目前日线和周线是在4100点到4800点的周线中枢的构筑当中 目前正在周线箱下一笔构建周线的中枢 周线已经成笔 而且周线与日线的笔是重合的 在这种结构下 周线箱下一笔内部是没有出现日线的线段 有至少三笔的日线笔 就是黑色线 周线内部的结构目前还没有完成 那么周三股市继续探底 也尚未形成日线的底分型 周三CPI的数据月环比增幅扩大 美联储强力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周三仍然没有出现大的交易量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日线即时反弹 还要向下一笔构筑周线中枢的需求 那么标普4小时和30分钟的结构 4小时形成了趋势下跌 目前形成了三个中枢 正在走第三个中枢的下跌离开段 也就是图中最右侧的椭圆 在这个离开段当中 这个力度甚至还大于 4500点到4100点的狂跌 就是图中中间的那个椭圆 可以肯定的说是没有出现背驰 而且目前下跌还在继续向下延伸 不过4小时内部的30分钟结构 目前是接近饱满的 如果小级别出现背驰 是可以构筑第4个4小时中枢 或者进一步引起反弹的 那么纳指的周线和日线结构呢 是目前是在12000点到17000点的大震荡当中 周线向下一笔 目前已经饱满 不过日线中枢可能会扩展为周线的中枢 日线中枢的离开段 相较进入段要小 但是日线离开的一笔 就是15200点到12000点 向下的黑色线 目前是没有止跌 而且近期不断的向下延伸 并且在周三再创新低 而且始终没有出现巨额的交易量 从进入分析的角度来看 即使现在开启日线和周线的上涨 那么在日线上也将大幅波动 在13000点到15000点之间 构筑日线和周线的中枢 我们看看纳指的四小时和三十分钟结构 纳指在四小时形成了两个四小时中枢 目前正在走下跌的离开段 那么第二个四小时中枢下跌离开段的力度 甚至大于之前14200点到12800点的力度 目前也没有出现背驰 并且在不断的向下延伸 那么四小时内部的三十分钟结构是接近饱满的 如果能出现背驰那么可以构筑 第三个四小时中枢或者进一步引起反弹 我们来看道指的周线和日线结构 道指目前是在32000点到37000点的周线中枢的震荡 周线的下跌是需要日线的线段也至少三笔的 所以日线是有反弹的需求的 不过周三继续创出新低 我们还需要等待巨量来止跌 那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即使反弹也需要留意日线继续下跌 才能完成周线向下一笔 这在周线结构上才能完美 那么在道指的三十分钟和四小时内部呢 目前四小时只形成一个中枢 就是图中的绿色框 目前正在走向下的离开段 也就是右下角的椭圆 我们来看离开段的力度是略小于34600点到33400点的下跌力度 下跌中有背驰但是并不明显 那么三十分钟在四小时下跌的离开段内部 结构是接近饱满的 如果可以出现背驰的话 是可以在此处构建第二个四小时中枢 或者进一步引起反弹的